欢迎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中国游泳队加油 北京时间7月12日 眼看还有不到半个月 巴黎奥运会就要开始了 美国又启动了对三年前东京奥运会中 中国游泳运动兴奋剂违规这件事的调查 连世界永连董事诺维茨基都被传唤调查了 如果调查结果是中国23名运动员没有服用维基药物 那么还要不要诺维茨基作证呢 今天咱们就来巴一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以及中国面对这件事的态度 美国这次调查 导火索还要巴到澳大利亚 4月20日的时候澳方媒体发表的一篇文章 文章里面是对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提出了质疑 说在东京奥运会开始之前 中国运动员的要检就不合格 有23名游泳运动员检测出了阳性 认为世界反兴奋剂组织 以及世界泳连都坐视不管 不但不惩罚 还是让这23名运动员参加了东京奥运会 还摘得了三斤两银一同的成绩 实际上当时世界反兴奋剂组织 以及泳连都已经对此事进行过调查了 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23名运动员的清白 是运动员食用了酒店提供的食物 是食物的污染导致了要检结果的阳性 运动员在食用这些食物的时候 并不知道这些食物中存在违基药品 之所以确定是酒店食物中的违禁成分导致的 就是因为不光是我们这23名运动员 在这座酒店入住的其他运动员 也有阳性成分 为什么其他酒店没有呢 所以既然调出了原因 那只要是证明了不是运动员自己服用违基药物 那按照相关条例 就没理由不让我们这23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这才继续登上东京奥运会的赛场的 既然澳大利亚提出了质疑 美国颁出了罗勤科夫反兴奋剂法 这个法案也被国际上称之为涨臂法案 罗勤科夫原本是俄罗斯前任反兴奋剂实验室的主任 当年他公开了俄罗斯作为东道主 却偷换药剪样本 成为了整件事情的吹哨人 这个法案也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看似是公平的象征 但是里面具体的内容 让人不禁扎舌 里面就规定了 只要是由美国的运动员参与的 或者是由美国赞助商的 转播商的参与其中的任何体育赛事 如果说出现了兴奋剂相关的事件 美国都有权指控 有权对其进行处罚和监禁 甚至会因此被处罚十年的有期徒刑 还有100万美元的罚款 尽管国际奥委会 世界反兴奋剂组织都对这项法案持强烈反对态度 美国坚持启动这个法案 对中国当年在东京奥运会上的23名游泳运动员再次进行调查 对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调查结果全然不过 甚至面对挖的给出的调查结果不停地逼问 为什么那些运动员可以逃脱惩罚 很明显是在质疑挖的 甚至世界永连董事诺维茨基都被传唤了 所以当前形势来看 也确实像英国媒体预料的那样 美国涨避法案确实会导致我国这23名游泳运动员 会处于一个比较艰难的处境上 深正不怕影子歪 中国运动员们的傲人成绩 那是他们拼搏努力的结果 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恶意的栽赃指控 早在6月19日 中国外交部早就针对这件事做出了回应 中方一贯坚持对兴奋剂问题零容忍 也坚决维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 就是告诉美方也是在告诉世界 中国本身对兴奋剂就是零容忍的 今天世界永连最新接力项目排名出炉了 中国队竟然霸占了五项第一 这简直是游泳界的五冠王啊 但是别高兴得太早 这里面水分可不小呢 五项第一是真牛还是假项 没错 咱中国队确实在排名上拿了五个第一 但这就像是考试时老师出差了 你自己给自己打分一样 为啥这么说 因为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两个游泳界大佬 今年基本上都在摸鱼 没怎么参加比赛 多哈世锦赛上 他们派出的都是二队选手 这不就给了咱们称霸的机会吗 男子四成100米自由泳接力 中国队以3分11秒08的成绩 暂列世界第一 听着挺牛吧 但别忘了世界纪录可是3分8秒24啊 而且美国队最近的选拔赛上 六个人都游进了48秒内 这简直是开挂级别的存在啊 咱们要想在奥运会上拿金牌 难度堪比蚂蚁啃骨头 潘展乐的游进46秒8 王浩宇的游进47秒5 陈俊儿和基辛杰都得游进48秒 这就跟让你在100米赛跑中超越博尔特一样 难度系数直接拉满 再来看女子四成100米自由泳接力 中国队以3分34秒43的成绩排名第一 听着不错吧 但世界纪录是多少呢 3分27秒96 而且还是去年澳大利亚队刚刚刷新的 这个差距 简直就像是高中生和研究生之间的距离啊 虽然咱们有杨俊轩 陈玉杰 吴清风 张雨菲这样的强将 但想在奥运会上拿金牌 可能性比大熊猫生双胞胎还低 不过别灰心 争取一枚奖牌还是有戏的 男子四成200米自由泳接力在多哈世锦赛上 中国队以7分1秒83的成绩 力压韩国队0.11秒多冠 简直比叠战片还刺激 但想在奥运会上复制这个奇迹 难度可不小 英国队 美国队 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都虎视眈眈的盯着这枚金牌呢 咱们的基辛杰 王浩宇 潘展岳和张展硕四位小哥哥 要想在巴黎奥运会上拿金牌 恐怕得游出6分59秒以内的成绩 再来看女子四成200米自由泳接力 中国队以7分47秒26的成绩排名第一 但是澳大利亚队去年创造的世界记录是7分37秒50 这个差距 简直就像是骑自行车和开法拉利的区别啊 蒂特姆斯和奥卡拉罕这两位澳大利亚选手 今年的表现简直神了 都有出了1分52秒多的成绩 不过别气馁 争取一枚银牌还是很有希望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为啥咱们能在世界排名中称霸 但在奥运会上却很难拿金牌呢 首先这个排名就像是模拟考和高考的区别 模拟考可能只有本校学生参加 但高考可是全国的学霸都来了 其次 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两个游泳界的大魔王 今年基本上都在闭关修炼 为奥运会做准备 他们不参加比赛 自然就给了咱们称霸的机会 最后 咱们也要看到 中国游泳队这些年的进步是实打实的 虽然在某些项目上还有差距 但咱们正在一步步缩小这个差距 就像爬珠穆朗马峰 虽然还没到顶 但已经爬了一大半了 所以 各位小伙伴们 咱们要既为中国队的进步感到自豪 也要保持清醒 毕竟 奥运会才是真正的决战时刻 让咱们一起为中国游泳队加油 希望他们能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更多的奇迹 近日巴黎奥运会官方也公布了游泳报下 中国队名单如下 南五十字潘展乐 南一百字潘展乐王浩宇 南两百字潘展乐季欣杰 南四百字张展硕费力伟 南八百字张展硕费力伟 南一千五百字费力伟 南一百养徐家瑜 南两百养徐家瑜 南一百蛙潭海洋孙家俊 南两百蛙潭海洋董之豪 南一百蝶王长浩孙家俊 南两百蝶牛广盛 南两百混汪顺 南四百混张展硕 女五十字吴清风张宇飞 女一百字杨俊轩吴清风 女两百字杨俊轩李冰杰 女四百字李冰杰刘亚欣 女八百字李冰杰 女一千五百字李冰杰高维忠 女一百养万乐天汪雪儿 女两百养彭旭伟刘亚欣 女一百蛙唐前亭杨唱 女两百蛙叶诗文 女一百蝶张宇飞余依廷 女两百蝶张宇飞陈露颖 女两百混余依廷叶诗文 女四百混 无人参加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